Hello, Good Morning,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Gina老师看美股的专栏,我是Gina老师 今天美股三大指数齐齐反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美股的短期趋势发生反转 股价开始触底反弹了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走势 首先我们看的是这个焦点新闻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看的是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首次 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33.1% 分析认为,美国第三季度GDP年率计算大幅增长 是建立在第二季度按年率计算暴跌31.4%的基础上的 事实上因为疫情持续恶化,美国经济面临的警报远未解除 目前随着确诊病例激增和纾困措施难产 企业破产和永久性失业增加 美国的经济动能正在减弱 许多经济学家预计 然后美国的这个经济和就业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然后第二个呢是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周四智信财政部长姆努辛 称他仍在等待姆努辛关于一些分歧点的答复 白宫者赤博佩洛西说他毫无意让步 那么佩洛西官方网站周四登出了信函 列出了七大分歧点 首先第一个是全国病毒检测和追踪计划 第二个呢是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拨款 第三个学校安全措施 第四个托儿津贴 第五个工薪家庭税收减免 第六个失业救济 然后第七个是关于工作场所防护和这个责任问题 然后关于第三个点呢 是关于这个欧美疫情形势严峻 德国和法国重新封锁 以抑制这个冠状病毒病例的一个激增 受死影响了全球避险情绪高涨 市场波动性大 那么周三盘中衡量市场恐慌程度的CBOE波动率指数VIX 一度突破40点 创四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周四早间VIX指数约为39点 所以这个是今天的这个焦点新闻 那么我从技术面的角度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我们进场抄底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现在打开的这个是SPY的daily chart 从SPY的daily chart上面可以看出来 之前股价一直是持续向下运行的 走到今天刚刚开始收了一根阳线 那我们看一下这根阳线是不是导致短期趋势发生反转了呢 我们点一下这个 这个Train Expert把趋势网调出来 从趋势网的角度来说 这个紫色线方向朝上是中期上升趋势 然后如果是绿色线方向朝下 这是中期下降趋势 然后这个绿色柱子代表短期下降 红色柱子则代表短期上升 所以此番呢是短期的这个下降带动中期趋势一起下降 所以的话绿色柱子跌穿了这个绿色线 短期带动中期一起向下 所以暂时来说虽然今天涨了 然后涨的幅度还行啊 但是目前来说在这个日线上来说 它的一个短期趋势暂时还没有发生改变 然后呢如果我们把趋势网去掉也可以看出来 从这一波下跌以来 我们可以看到每次的这个上涨呢 基本上就一天 涨完了出阳线呢就涨一天 一天完了之后呢 第二天跟着继续开始收阴线 所以今天呢是我们上涨的第一天 那么明天是不是还能持续呢 我们就是可以拭目以待了 如果说明天开始继续往上涨呢 也许就是说产生反转的这个概率可能会更大一点 但是具体的话还是按照指标上来 而不是根据我们的预测来去做的话 会更加靠谱和准确一些 好吧 从指标上来说 目前这个短期趋势还是下降趋势 所以今天只是这个这个日内的一个反弹而已 那我们看一下60分钟图 是不是已经走出底部形态了呢 我们点一下这个60分钟图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目前的60分钟图的情况 我们呢同样的用一下这个趋势网的指标来看一下 从趋势网的指标上面可以看到 就是绿色线是朝下的 然后呢目前是红色柱子 所以呢60分钟情况呢 是短期的这个下降趋势 就中期的下降趋势 然后目前只是进行一波短期的反弹而已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目前只是60分钟级别的一个反弹 目前来说还没有说 马上60分钟已经走出底部形态的一种情况 只是60分钟级别的一个日内的反弹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前期的话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昨天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吸筹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吸筹之后 股价是不是都进行了一波反弹 但是反弹你发现反弹到压力位过不去 是不是就继续往下掉 这是不是出现了吸筹之后 又进行了一波短线的反弹 但反弹你发现到前期低点的压力没过 然后继续掉下来吧 此番呢是又掉下来的过程中 又出现了大量的吸筹 吸筹完了之后呢 出现日线级别的就60分钟级别的这种反弹 是正常的情况 那么反弹如果到了压力位又过不去的话 还是会继续往下走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此波反弹 第一个目标位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压力位啊 首先第一个我们关注到的是 前期的这个啊 就是说缺口要补缺口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多少呢 332.75左右啊 所以目前第一个目标的这个压力位呢 是332到333之间 那么如果说往下走 回往下的 如果往下走 第一个目标支撑是在哪里呢 目标支撑就先可以看到 最近这一波啊 这个主力吸筹筹码柱子最上最高的 这根K线所对应的这个位置 它的最低的所对应的位置是327.4啊 这个位置我鼠标指导的 就是这这一个 实现所主导的位置呢 其实就是最根K线的一个最低的价格的 主位置对不对 就是327左右 所以呢 这个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短期的一个情况 那么综合来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手上有股票 目前来说的话是 就是说如果你手上有股票 它只是现在只是进行一个 日内的一个反弹 你可以继续持股一下 看它看它此番的反弹能弹到哪里 那么如果手上没有股票 现在是一个合适的买点吗 现在可以进场抄底吗 从趋势的角度来说 暂时还没有说这个趋势发生反转了 所以从保险一点的 保险一点的角度来说 你要不然等60分钟 走出底部形态 要不然的话 就是说等这个日线级别 趋势往绿色柱子变红色 然后再进场呢 会更靠谱一点 好吧 所以目前来说这是这个情况 那么当然如果你的个股相对来说 是比较强势的 就像我们这个周二的时候 讲的那个会员课上 有提到有一些这个强势的个股 我们会发现 今天是不是走的也还不错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可以根据个股的情况 去做具体的一个分析 从大盘上来说 系统性风险仍然还是存在的 暂时没有说走出底 没有说确定今天是一个低点 所以呢 暂时这个时候说确定行情反转了 咱俩不能确定 那么有没有可能 今天其实就是一个低点 股价就这么涨起来了 有这可能 但是问题就是 还是那句话 低点走出来之前 咱没有办法去判断 哪里是一个低点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去操作的时候 肯定要慎重的 好吧 所以我们如果说 就是说 从保守一点的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想要去的 我们的操作 一买进去 就能往上涨 并且风险不大 把风险控制的比较低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最好等这个趋势 稍微 真的趋势反转的时候 我们在进场 会更靠谱一点 虽然那个时候 这个价格可能会比现在更高 好吧 所以这个是目前的 这个SPY的一个情况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看一下这个焦点个股 今天焦点个股 用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是 Facebook 苹果 微软 亚马逊 谷歌 等科技股 补涨 这也是导致今天 大盘 大幅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然后第二个呢 是 蔚来汽车 它宣布了 这个量产 车单月下限 然后首次突破5000台 那么也是导致今天 这个蔚来 一下子大涨 百分之 十二点三四的一个主要原因 然后周二的时候 我们也 在蔚来 刚刚它的 它的那个 技术图形 走出一个 这个买点的时候 我们也还讲了这个股票 对吧 当然 当然 昨天呢 因为大盘回调 所以它也回调了一下 但是今天呢 又直接继续涨上去了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看的是这个shopify 第三季度亏损超过市场预期 尽管呢 音乐和这个播客销售的一个收入强性 但是广告收入下降 所以shopify营收总计 18.9亿欧元 然后低于一年前的29.8亿欧元 也低于分析师预期的20亿欧元 净亏损3.56亿欧元 然后是去年同期亏损1.01亿欧元的三倍多 本季度和美股1.91亿欧元 所以呢 话就是说远高于分析师预期的亏损5点 就是53美分 然后第三个呢 是康卡斯特 然后呢 他的话第三季度业绩超于市场预期 新增宽带用户数量这个创新高达到63.3万人 超过市场预期的53.4万人 然后诺基亚的话 第三季度营收远不及市场预期 然后下调2020年全年指引 并且2021年的一个利润指引也低于市场预期 然后第三 下一个呢是这个Pinterest 然后他呢 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58%至4.43亿美元 优于市场预期 新增用户这个激增 然后的话 受皮卡的销售抢劲提振 福特汽车 他的第三季度营收 净利润呢 均超这个预期 然后的话预期这个2020年全年有望实现盈利 该公司第三季度营利增长4.6倍至23.85亿美元 这个预计第四季度的这个业绩将好于预期 最后一个呢是Ebay 三季度的这个业绩超预期 然后并上调了全年指引 但考虑到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前 Ebay表现逊于其他电商平台 市场担心Ebay可能回到公共事件爆发前的皮 弱状态 无法延续当前的这个强劲表现 所以今天的个股的话 这个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发财报的情况 因为现在财报季嘛 好吧 所以这个是属于目前的一个 今天的大盘解析 那么如果说想每天都准时收到 Gina老师的大盘解析 还想免费让Gina老师帮忙整股 可以扫描微信二维码 添加Gina老师的微信 或者联系Gina老师的WhatsApp号码 604-376-5888 就可以进行免费整股啦 我是Gina老师 我在微信上面等你哦 或者说大家对于我们本周六的这个公开课程 想要报名参加是免费的哦 所以的话也可以扫描我的微信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 进行详细咨询 那么今天的大盘解析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